我如果說我可以保證你會問我怎麼保證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在現階段 我要你講實話就好 我講實話我認為現在是不會有問題的 現在不會有問題 那萬一有問題 對 這就是所以我說我不敢講說一直沒有問題 你不敢講 那我 你也不敢 你也不敢跟我保證 對不對 不然我去肯尼亞你叫你去 我敢跟你保證你現在去絕對不會有問題 你怎麼你這個從何保證 所以你問我怎麼保證 我看肯尼亞這個案子我就嚇都嚇死了 因為你沒有會 可以去做這個詐騙的事情嗎 不是詐騙 我現在做的事情是十年以上 無期徒刑的這個刑法103條的規定啊 你也不能保證啊不是這樣嗎 主委 你也不能保證啊 我想這種純粹假設性的而且是 這個怎麼會純粹假設性 我現在就在我是現刑犯啊 我天天都在做一邊一國的事情啊 有關他們的這個反國家分裂法 以及這個國家安全法 其實他們並沒有在海外在執行的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在海外 他的刑法是 他的刑法他的結果是在中國啊 不是這樣嗎 透過傳播媒體啊 我今天質詢完 那我在台灣我的言論自由 或者是我的政治主張 我怎麼確認說我受到憲法的保障呢 對不對 委員絕對受到中華民國的保障 那你又不去對不對 萬一我被抓了你也不去 你要叫次長去 我嚇都嚇死啦 委員絕對受到中華民國的保障 不會有問題 這個主委主委 我不是在跟你耍嘴皮子啦 我說真的 我只是舉這個個案 說你那現在所有的 我們的中華民國的國民 去到國外旅行 他受到何種的這個保障 對不對 我們假如沒有建立一個制度性的一個 一個規範跟中國 不管是所謂的這個默契 其實他打破默契 我們就要採取相關的這個行動嘛 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啊 對不對 中國的官員不能來啊 他的訪問團不能來啊 對不對 你有其他的方式啊 因為他這樣是一個非常 已經打破我們過去兩岸共打的協議 跟雙方的一個默契嘛 那你總不會說你現在還要 跟張志軍見面叫他來吧 不會吧 他把人送回來帶回來 那我同意啊 那他假如要來訪問說 那我們來兩岸交了這樣好不好 對不對 來跟你講說三道四 來講祖國同意 那你還同意嗎 最離譜的 最離譜的 馬總統你知道吧 主委 馬總統要去金門立揹啊 又要去立揹你知道嗎 兩岸和平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立揹活動 你知道嗎 你知道 你知道這件事嗎 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有這樣的規劃什麼時候 我知道時間啦 我是在問你而已啦 讓你打啦 我怎麼會不知道時間 在孤翁23周年 對啊 那你覺得這個時機適合嗎 他打破默契 打破兩岸的共打協議 把我們台灣人抓到中國 那馬總統要去立揹 那像什麼話 兩岸和平 這些小事 各國 我們這些人身自由 不是說這是小事 我們這些是小事 所以總統立揹最重要 而是說兩岸的和平最重要 營造這種氣氛很重要 所以兩岸 這個人員 這個人身自由安全不重要 那我還相信你說你去肯尼亞 你會把我帶回來 我們從來沒有說人生不重要 所以我們才會這麼容易的 我看馬上就看到我去肯尼亞 一定是說這個人趕快抓去中國 我怎麼會相信一個沒有人權概念的 總統或政府所做的行為呢 所以我覺得不適當 我覺得有很多因素都要考慮 要考慮 所以最後還是要去 所以馬總統還是要去 這個規劃沒有改變吧 我沒有這樣講 馬總統現在 因為這件事情的發生 是在過去幾天而已 過去幾天 這個從去年發生到現在 你的人一直沒有帶回來 他把人帶回來 前年喔 前年發生到現在 不是這幾天 是你們這幾天才知道耶 是這幾天人才送走 這幾天人才送走 一直交涉 然後搭飛機 也不這個去搶人 然後相關的這一 包括說這個人員 還去阻撓我方的這個 這個律師的相關的行動 禁制令的行動 人強行帶回去 非法 把人員壓軸到現在 那我們馬總統要去真的是立揹 我真的是勸這個主委 你真的要告訴馬總統 在這個氣氛喔 真的是不要做一些 傷害 國人感情的一些事情 好不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來 請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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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請請下主委 還有法務部次長 陳次長 陳次長 林次長 還有警政署 好嗎 警政署 好 這三位好 我想討論了兩天 很多事情 也注意